今天聊睡觉 每个人都需要睡觉 你没有办法不睡觉 生理的需求 就像吃饭一样 前一天睡得非常好 第二天我们就会神清气爽 心情也会特别的好 但如果你前一天没有睡好 你后面一整天都会心情非常烦躁 不开心 有时候还会抑郁或者是比较暴躁 睡觉的时候我们身体都在排毒 每一个时辰对应一个器官就在排毒 从晚上的11点到早上的7点 就这段时间 我们的身体都是在不同的器官 在循环在排毒的 一直到早上5点到7点这一段 就是我们的肠道 所以最好的排便时间就是5到7点 睡觉这个过程中 是一个认识自己身体的一个很好过程 正常来说 一个睡眠它可以修复改善 甚至是整个一个大更新大循环 对你的身体 就相当于我们回场 做了一个回场保养 它把你的毒素全都排出来 然后把你需要修补的地方都帮你补好 这是对身体层面的作用 然后我们也会发现晚上会做梦 所有人基本上都会做过梦 那有时候做梦是美梦 有时候做梦是噩梦 那这个梦是什么东西呢 思维嘛 那我们现在的解读梦它也是一种思维形式 脑子里头还是有一个部分它是在工作的 这个时候呢 这脑子的这一部分呢 它其实是在帮我们整理我们这一整天的思想上的东西 就跟电脑一样啊 对就跟电脑一样 我们这个我们做梦的时候其实就是在归档 你的文件帮你在归档 好的东西帮你保留下来 不好的东西它可能就帮你放在比较低的地方 让你尽量不去触碰它 所以我们如果保证了一个很好的睡眠 其实我们第二天是非常非常精神的 但是当你前一天有非常非常多不好的情绪 不好的想法的时候 晚上我们通常都会做噩梦 日有所思也有所梦 噩梦真的就是我们真的有很多这些有问题的思想导致的 因为我也在关注我自己的梦 关注我自己白天的状况和晚上梦的结合 我真的发现当你白天真的有一些不好的思想 哪怕它只是潜意识 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小的念头 它也有可能在你晚上做梦的时候 呈现出来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问题 它其实是在警告你说这个会有问题 我们都知道梦很多时候是有警示作用的 它其实就是在帮我们预防掉我们的一些问题 梦就相当于我们在跟我们的超我做对话的一个过程 它会给我们一些警示 一些警告也好 暗示也好 提示也好 它都是在给我们一些信息 那么为什么说 你很多想不通的问题 你睡一觉 睡一个好觉 你第二天一早 你再去想 这个问题就通了 很多时候都是这个样子 你前一天 怎么都想不明白的一件事 你去睡一个好觉 不要再想了 因为你这时候怎么想都想不通 因为你的身体已经有太多毒素堆积 你没有办法很好的思考 早上的思维是最活跃的 它真的就是毒素排干净了 你就像一个杯子 你排干净了 它就真的比较容易放进去 睡觉是在我们的身和心两方面都在帮我们做修复修补和促进改善的一个过程 不睡觉威胁是很大 有心理问题的 精神疾病的 他们都是没有办法睡觉 这样就是恶性循环 没有办法睡觉 他就没有办法更好的去思考 他的脑子里头的那些垃圾就会更多 睡觉是松果体影响 科学家实验证明松果体切除之后 很快就是癌症死亡 因为他没有办法有正常的生物钟来控制他睡觉这件事 睡眠是会被什么影响 蓝光 蓝光会影响我们的松果体 蓝光在什么地方有 蓝光在阳光里 在所有的电子产品里 它都有蓝光 这就是为什么 我们到晚上的时候 如果你还一个月的玩电脑 玩看电视 玩手机 你就不太容易会感觉到困 如果你在一个非常亮的环境里 你不太会容易感觉到困 蓝光会刺激松果体 让松果体不分泌褪黑素 蓝光没有了 我们的松果体会主动的去释放褪黑素 帮助我们睡觉 天黑了就尽量远离手机电脑这些电子产品 看看纸质的书 瑜伽啊冥想啊 还有一个就是放松 很多人大部分的时候白天都处于一个非常紧张的一个状态 其实我们都知道我们要处在完全放松的状态 我们才比较容易睡着 就是修复当然就是要完全的放松啊 影响的 所以整个你如果你身体很好放松 你累了你也很好放松 但是有时候你就是没有那个褪黑素 你就是很难让你的脑子的那个位置放松掉 让你睡着 睡眠问题是我最大的问题 其实我现在让自己睡眠的方式有几个 第一个呢全身上下没有一块肌肉是在用力的 然后你的脑子呢不要再想事情了 就是什么手机什么东西 这些东西都不要装 什么东西都不要装在你的脑子里面 就是准备睡觉了 那你可以用很多方式帮助你 比如说他刚刚说的音乐啊或者是瑜伽啊 甚至你喝一杯牛奶或是温水之类的 或者是香气 有的香气会让你容易睡眠 比如说像薰衣草或什么的 第三种叫做护视呼吸 所以你用肚子来呼吸 你睡觉的时候呢 其实我们习惯性是用胸部来呼吸 就是鼻子透过 从鼻腔透过你的背部之后呼吸 睡觉的时候你把这个这样的方式断掉 用什么用肚子来呼吸 你用肚子呼气再吐气 呼气再吐气 尝试把自己的呼气跟吐气呢 培养成一比二 也就是说你如果呼吸去一吐出来就二 呼吸去二吐出来就是四 呼吸去三吐出来就是六 就是尽可能 这个你在睡觉之前还要想那么复杂的问题 没有你注意自己呼吸就好了 你只要关注在自己的呼吸上 跟你的腹视呼吸上 你就关注呼吸慢慢慢慢就睡觉 你如果真的真的很不好睡的话 你就白天让自己累一点 如果你不想运动也不想太累 那你就白天想办法让你自己变得比较累 晚上呢也可以比较好睡 但是要注意这个累不要让你第二天浑身痠疼 这个累就已经超过你身体的一个极限了 就是你一定会试验嘛 你会试验到你自己哪一种最适合 所以就是我也是试验很多次的结果 所以就是你慢慢就会找到说 哪一些东西其实是会帮助你睡眠的 哪一些东西它可能就是太过了 过到的时候就太过了之后你还是睡不好 所以你你会去试到一种觉得这个这个方式是对你睡眠来说是最有帮助的 其实其实总结一下就是太阳下山以后尽量远离电子产品 然后做一些让你放松的事情 尽量让自己不要想那么多乱七八糟的东西 思想单纯简单 然后告诉自己我没有失眠的问题